地域差异自古就有,古代科举如何保证录取公平,这些做法至今还被人称赞,高考,是中国万千学子都要越过的看,它对中国人实在太重要了,已经不只是教育问题,还是社会问题,民生问题,千千万万学子潜伏后继,要证明多年来的汗水和付出没有白费,在古代,它被叫做科举,有些考生甚至为了科举付出了大半辈子的光阴, 比如那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人的犯件,由于各地教材,文化的差异,高考早就已经分省份考不同试卷了,然而在考试制度不算特别完善的古代,他们是如何保证区域公平的呢? 欢迎收看剧谈室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影响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时期,开创了人官选能的新模式, 此时由于南方发展还不充分,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走势仍是东西分野,以韩古关为界,以东为关东,以西为关西,北方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是人才的主要来源地,有所谓关西出将,关东出将的说法,所以此时的科举取势没有特殊的地域问题。 安史之乱使北方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,南方则得到进一步开发,北方自安史乱后战乱不断,北宋建国后仍长期遭受来自辽,膝下的威胁,经济凋敝,文教落后,世人学习环境较差。 到北宋时期,南方长期稳定的发展,使南方经济文化发展隐约有超越北方之势,世人科考表现亦是如此,另外造成南北科考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,进士科以考师傅等偏文学化的内容为主,而北方世人自古擅长于经术,以形成通经致用的文化传统,他们不善于师傅。 考试优势渐渐丧失,到北宋中期,科举取是南若北强的局面渐渐被打破,南方世子在科举考试的表现中越来越突出,随着南方举子渐渐霸占近世的登科路,南北方世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大。 面对满榜男人,任宗时宰相复辟曾上书皇帝陈切思近年树榜以来,放极地者,如河北、河东、陕西此三路之人,所得绝少者和。 该此处人物秉性之鲁,不能为文词、中程序,故皆老于科长,致死不能得以贯。 面对这些问题,宋庭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。 宋太祖时,下照优待众经学的明经科宋真宗室,对边境地区世人单独考试,宋仁宗室,在科考中增加考篇经术化的策论,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南强北弱的局面。 到宋英宗室,南北世人因科举的录取制度,矛盾终于爆发,在朝堂上形成争论,北人以司马光为代表,男人以欧阳修为代表,司马光主张君额,按地区取是。 他指出,虽未漏之处,必有贤财,不可污也,是以古之取士,以郡国户口多少为律,或以德性,或以才能,随其所长,各有所取,尽自足音,远及以底,无小无大,不可一业。 而欧阳修则认为,维持实行全国一个标准的现状,按成绩录据,他认为亡者无外,天下一家,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,禁据诸禄共事混合为一,而为财是则。 司马光主张立于北人,欧阳修主张立于男人,问题仍未解决,英宗则具于祖宗惩罚,仍维持传统全国一个标准的现状,神宗是,皇帝锐意改革,想要革除科举考试笔端。 且照顾科考困难的北方试人,采那王安时的做法,对科举取是动了手术,即把考经术的明经科融入近试课,考试的内容改成中儒家经典的策论,但要求讲究行文和作文技巧。 但实际上,南北差异的本质原因是南北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,所以南强北弱的局面仍未改变,在北宋时期还存在一种特奏明的科举优待方式,又称N课。 特科,主要针对联考多年不中的局子,宋真宗曾说,如文科长举人有雷举不低,年龄已高,无家可归者,身可金敏,一令广是搜罗,特语奏明。 这主要是因为在宋代,蜀族地主已取代门阀士族,占据了统治地位,但长期以来,蜀族地主分化为特权大地主和中小地主,后者实际占这一阶层主流。 而在科考中,由于大地主教育与资源的优势,中小地主与平民科考中优胜的人才可谓凤毛麟角,进入高官阶层的机会,根本无法与大地主相比。 而中小地主和平民恰恰是统治的基础,科举是他们唯一基深上层的希望,所以皇帝为维护统治,会时不时针对中下阶层在科举上发布优惠政策,毕竟推翻前朝堂的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皇朝。 王先知都是落地世人,其科考诗意使其无法成为利益的分配者,他们铤而走险,走上叛国道路,使宋统治者既已触目惊心,况且在宋代,诗意世子发送起义,私逃敌国也是常识,南宋以后,蒙元入主中原,科举至时段时序,且对南宋原统治地区设置歧视性的南榜, 取是名额极少,明朝建立后,正是恢复了科举考试,南方世人在南宋十七积淀,但在元朝预计的文化素养终于得以发挥,北方则自北宋末年,金兵南下,已经被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占据两百多年,文化教育事业落后,这导致了男人在考试中遥遥领先,独占盛场,为改变这种现象,南北方世人再度展开激烈的斗争,会时的名额, 大致相差无几,但是中央会是择忧而露,不做地域区分,洪武三十年会是发榜之后,满榜五十二人皆是男人,这引起了北方橘子的强烈不满,也为主考官刘三吴是南方人,所以北方橘子便怀疑是刘三吴偏袒,向皇帝上报,皇帝朱元璋听说后勃然大怒,命令彻查此事,朱元璋派了士徒张信等十二人前往赴阅事卷,审查结束后, 他们认为阅卷不存在逊私舞弊现象,结果还是维持元宝,但北方举人不服,再度上书朱元璋,说审查组与主考官勾结,故意拿北人答得差的试卷来复审,欺骗皇帝,朱元璋听说后更加恼怒,处死和流放了本次会是所有考官和副查组成员, 自己亲自电视,改为录取北人五十五名,四川籍士人六名,男人无一录取,细究此事,其实此案带着浓厚的政治意味,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,此地处于淮河流域不南不北的地方, 但在当时江南士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北方,且在圆末群雄的混战中,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是张世成的地盘,张世成待文人优厚,深受江南文人爱戴,但最终群雄逐鹿以朱元璋获胜,江南许多文人对张政权仍表现留恋之情,朱始终对江南文人存有芥蒂之心,此次大案迎来机会, 既可以打击原敌战区的南方世人,又可以笼络北方世人,北方长期被少数民族占领,且此时蒙元势力仍有残留,如果不在政策加以收买,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, 而一代硕如刘三吴固然学问渊宗广博,判卷标准也很客观,他仅是从卷面来定录取名单,而真正的政治家,录取名单不仅仅当作选拔人才的成绩排行表, 也是政治操控感,到名人宗洪熙年间,大学是杨世奇上奏了分设南北眷的折子,他认为科举当奸取南,北市, 人宗皇帝认为北人做学问比不上男人,杨世奇说道长才大气,据出北方,男人虽有才华,多轻浮, 他认为南方人虽才华出众,擅长于失虑此早,做事却浮躁沉不住气,在做官方面不如北人他只能干, 终于在明宣宗,杨世奇任内阁首府时,制度得以确立,主要内容为会是分设南北眷, 举人士卷在湖明时做南,北,中,彪时,陆取时,男人取百分之五十五,北人取百分之三十五, 中人取百分之十,景泰年间,进一步明确了各区的地域,南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, 这将江西,福建,湖广,广东,北眷为顺天,山东,山西,河南,陕西,中眷包括四川,广西,云南,贵州及凤阳, 卢州二府和楚徐和三州,自此明南北眷分社的制度确立, 到晚明清初,西部边远落后地区无人中近视的现象又凸显出来, 康熙五十一年为进一步促进地区公平,扩大统治基础,废除了南北卷制度, 实行对每一省区配额的做法, 自此,分省定额的制度确立下来, 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高老的录取模式, 自以考试为标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诞生起, 公平公正就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, 但是公平是相对而言的, 每个人公平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, 所以没有绝对的公平, 而一千年多年来,科举发展的经验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可能不是最公平, 但是最普适的做法, 当某种考试成为社会上升的渠道和阶层变动的捷径时, 其涉及的不仅仅是选拔优秀人才, 同时也要考虑地区发展的均衡, 对整个社会群体的照顾,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 当某种选拔制度被某个特权阶层垄断, 阶层流动途径被阻断时, 将面临整个社会其他阶层的怒火, 垄断阶层, 甚至整个政权最终也将走向颠覆, 覆潮之下, 岂又完了? 让我完了, ceed, 怎么 Campaign